然后饮食上呢我们没有特别去吃一些很滋补的东西 就是保持正常的一日三餐 然后吃稍微少油腻相对清淡一点 不是那么重口味的东西 然后运动的话呢我现在就是以减脂为主要的目标 然后我呢就是以提高身体综合的机能为目标 根据教练制定的训练计划来练 大概是一周两到三次这样的频率 没有特别激进特别猛的一些训练计划 如果呢想提高说明的几率 其实可以在立假结束之后的15天左右 去医院做一个测排卵 一般呢去医院大概两到三次 就可以估算出一个大概的排卵的时间周期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会买那些市值在家里自己测 但如果是要保证这个准确率的话 其实在医院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准确一些 这个过程呢也不会特别难受 就做个B超而已 只是说可能如果那个第一次的周期 没有算的特别准的话 可能要多去几次医院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了 但是我会接受的 但是我接受一下 但是我看了